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AppleFans,我是Simon 前阵子我们有拍过一部影片 跟大家分享怎么用用一些 iPhone内建的密码功能 来保护好自己各个网站的账号跟密码 避免密码外流之后发生被盗账号的悲剧 如果说你错过那部影片的话 可以先点击一下这边来回去复习一下 那在那部影片里面 我们有提到一个比平常用密码 或者是双重验证还要更安全的方式 就是Passkey 底下也有很多人留言敲碗 希望我们可以单独出一集关于Passkey的影片 聊聊它运作的方式还有怎么去设定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来看看Passkey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吧 通常账号密码会被盗 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这种在好几个不同的网站上面 用了同样的email账号 然后搭配同一组密码 所以说当某个自然意识比较差的小网站 不小心把你的使用者密码给流出去了 那拿到这一组账号密码的骇客 就可以到各个大网站上面去试着登录你的账密 只要登到一组进去了就成功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会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尽量在有资源的网站上面设定双重验证的功能 这样子就算骇客拿到你的账密 他也需要透过双重验证提供的验证码才有办法登录 只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现在有越来越多骇客会制作这种假网站的方式 去假装自己是正版的网站 然后骗你输入账号密码之后 自己乖乖的搅出你的双重验证码 这样子就可以成功破解你的账号了 所以新推出的Passkey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 Passkey是由FIDO联盟联手Apple Google还有Microsoft 一起推出的无密码协定 它运作的逻辑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当我们在网站上面设定Passkey登录的时候 它会分别生成两组密钥 一把是公钥 另外一把是私钥 那私钥会被储存在你的装置上面 公钥则是会储存在网站的伺服器上 那两把钥匙它的加密资讯是互相配对好的 所以说当我们在网站上面输入了账号要登录的时候 伺服器就会发生一个验证 要求你要把这个私钥的资讯传送给伺服器去做匹配 确认你的装置上面的私钥跟公钥是对得上之后 才会让你登录网站 那你在传送私钥之前 就会先必须要经过装置的验证 比方说像是Face ID Touch ID 或者是你的装置密码 有确认过你是账号的本人之后 它才会让你进行配对 整个登录的过程 不管是Apple还是第三方的网站都不会介入 只有你自己的装置才能够帮你的账号做认证 也就是说在这个登录的过程里面 公钥跟私钥都是缺一不可 所以说就算骇客拿到你的账号密码 他也需要经过Pasci的生物验证才有办法进去 所以就算网站上面的伺服器被骇客入侵了 他们也会因为拿不到你的私钥 没有办法直接登录你的账号 就算他们另外做了一个假网站要骗你提供账密 也没有办法拿去成功登录 即使你的手机不见了 他们也会因为没有办法通过你的生物认证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取得你的Pasci的密钥 这也是为什么不需要密码的Pasci登录 是目前最安全的登录方式 那要怎么设定Pasci呢? 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 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这部影片的赞助商 Iversy VPN 你知道你上网的一举一动 不管是去了什么网站 买了什么东西 还是看了什么电影 其实都有人偷偷的在后面看着你嘛 这时候只要打开VPN 就可以在网路上面隐身 Iversy VPN 提供了超过100个地区 与5700台伺服器 让你随意切换地点 一个月只要1美金 就可以轻松跨区没烦恼 不管是广告公司 还是想要攻击你的骇客 甚至是国家政府 都没有办法追踪你的IP位置 有了Iversy VPN 还可以让你看到台湾看不到的影视内容 不管是Netflix 还是HBO MAX 都能轻松搞定 而且一组账号可以让你同时在10台装置上面使用 除了iOS Android Mac 跟Windows之外 你也可以在Xbox 还有PlayStation上面使用 如果用不惯 还有30天内退钱保障 现在就从影片下面的连结到 Iversy VPN 在网路上面隐身吧 好 那在开始设定PASKey以前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以苹果装置为例 你需要先把你的系统升级到 iOS 或者是iOS 16.3 或者是MacOS 13.2以上才能够支援PASKey的功能 然后你会需要到iCloud设定里面 去把iCloud的双重验证 还有iCloud钥匙圈的功能都给打开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设定PASKey的功能了 那我们就以每个人每天都会用到的Google帐号为例 来示范一下怎么去设定Google帐号的PASKey 首先我们打开Google的页面 然后点选右上角个人帐号的位置 选择管理你的Google帐号 接着我们到安全性设定的地方 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PASKey 也就是密码金钥的选项 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新增账号的PASKey装置 按下建立密码金钥 然后点选继续 Mac就会自动跳出一个视窗 问你要不要建立通行密钥 按下继续之后 你的通行密钥就设定完成了 如果说你想要帮其他的装置设定密钥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选择用QR Code来透过手机设定 那我们只要在建立密码金钥的时候 选择改用其他装置 电脑就会跳出视窗 问你说你要用哪一种方式来进行设定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去选择用手机来设定 或者是用实体的USB安全密钥来设定 那选择用手机设定的话 它就会在画面上面跳出一个QR Code 只要用手机扫描一下 按下确定 扫描FaceID就搞定了 那在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iCloud本身还有端对端加密钥关系 所以你的通行密钥呢 其实只要在Mac或者是iPhone上面设定过一次 它就会自动同步到你所有的苹果装置上面去通用 不用一台一台重新设定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那只要你有设定过PASKEY 之后在登入账号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去搜简讯的验证码来做双重验证 我们在输入账号之后 它会自动跳出要扫描FaceID 或者是TouchID的视窗来做验证PASKEY 要扫描通过之后才有办法进行登入 过程当中完全不需要输入密码 所以说你可以把一些简单的密码 改成难度更高的密码 让你的账号变得更安全 假如说你今天用的是朋友的 或者是图书馆的公共电脑的话 你需要登入你的账号 但是你又不希望留下任何密码的记录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靠用手机扫描QR Code的方式 略过这个输入密码的步骤 直接登入这样子用起来 就会比你输入密码还要来得更安全 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怎么去设定 支援PASKEY 登入的功能了 除了我们刚刚示范的Google以外 像是Facebook、Twitter、Amazon、Adobe、PayPal 甚至是OnlyFence 都有支援无密码登入的功能 相信之后支援的网站只会越来越多 只要开始习惯使用PASKEY 这个功能之后 除了你可以有更进一步的 去保障你的账户安全之外 也在也就是不用再去一个一个 记下每一个网站的密码 只要扫描一下你的脸 就可以登入 真的超方便 好啦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完之后有学起来了吗 觉得好用的话 也别忘了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顺便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订阅订起来 这也是AppleFence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的 您 好 园 大 药